Hello 鏡西湖網友 今日鏡姐想嘗試做 韭菜花韭黃肉絲炒麵 重點當然是麵 這個麵先出水 今天我會嘗試用氣炸鍋做炸麵底 先醃製肉絲 過了冷河的麵 這些洗乾淨 待會用來炒 待會見 現在先預熱氣炸鍋 放置5分鐘200度 再放入麵 放入麵 現在已經很熱 首先要鋪平 首先把麵 鋪在這裏 想好一點鋪平 放入麵 我會怎樣呢 塗少少油在面上 塗些油在面上 等它做的時候 就會再脆些 兩邊都要做的 所以現在先做一面 其實如果用氣炸鍋 幾分鐘就可以了 我設定它5分鐘 好嗎 然後反轉再塗油 再5分鐘 好 現在我們5分鐘之後 看看麵如何 先把麵 你會看到 它是脆的 但可能 不是去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就是 焦焦的 可以再放進去 我會再丁多5分鐘 可以再脆些 其實現在我看到 有些都割割的 但未去到我想要的效果 我會用來塗多一點 塗多一點油 塗多一點油在面上 再丁多它5分鐘 真的好像別人炸完的感覺 最初可以慢慢試 試效果 現在我再丁多5分鐘 好了 又看看我們的麵 可以不可以 它旁邊已經脆了 已經有我們的效果 現在我反轉它 很脆 聽不懂的割割聲 很脆 這樣就反轉它 這次我相信 這裏5分鐘已經可以了 因為底部我都感覺到 是脆脆脆的 這樣就塗少少油 再放下去5分鐘 好 現在炸完回來 金黃色很漂亮 可以讓食客先試一下 試一下 脆不脆 大家聽到嗎 是不是很脆呢 好 現在我先不要動它 放在裡面 真的很脆 接下來我們就 炒那個菜 現在我們炒那個 銀牙肉絲 就可以了 這樣呢 給我一個蘑菇 燒紅了鑊之後 放油 通常我喜歡炒肉 肉和芽菜 這些我都是分開炒的 然後準備植蝦 好 這些是蒜頭 炒肉絲 炒肉絲 先炒肉絲 先炒肉絲 煮給熟 look 那炒肉絲 好 鑊臭 炒肉絲 再炒肉絲 跟蒜 做出紅了 蘑菇 你也可以分开炒的 亚菜或亚菜 韭菜花 即是韭黄那些可以分开 那我就在这儿调味了 有豉油 下少许油 下少许油 可以加少許雞粉 加少許雞粉 加少許胡椒粉 煮得差不多就撈起 撈起 芽菜也出了很多水 我不會保持水 然後炒韭菜 肉嫩 煮一個 加些豉油 少許雞粉 少許胡椒粉 上次有說 若果蔬菜有少許滾 看似乎可以加一點水 我就可以加少許芽菜水 它就不太硬了 炒至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加些芽菜和豬肉 有些人喜歡打芡 隨你自己喜歡打芡 我其實很少打芡 你喜歡打芡就可以 然後炒勻 把芡菜放進去 這裡可以煮多一會兒 調慢火 這邊箱是甚麼呢 這邊箱我們就拿出麵 把麵做出來 麵做成一個狀形 我們就可以把芡菜肉絲鋪面 把芡菜肉絲鋪面 完成了 九黃炒麵 九黃炒麵 好了 鏡傘試吃 嘩 聽不懂的聲音 很香 有些人喜歡點紅醋 紅醋 紅醋最好 我家沒有紅醋 所以我便吃不下醋 嘩 嗅 嗅的聲音 聽不懂 嗅嗅嗅嗅嗅 先試一下 好脆 超級脆 大家可以試一下用這個 氣炸鍋做那個炸麵 很爽,大家聽不懂得爽 好吃 大家可以試一下,其實很簡單 最多是足夠時間 略知炸多久就完成 下一條片,看看鏡子有什麼再介紹給大家 拜拜